最近大家还记得有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就是《非常完美》 当中范冰冰和张子怡都是主演 而最近张子怡投拍的新电影号称是《非常完美》 二中的《非常幸运》也是没有了范冰冰的身影 加上范冰冰最近又有自己的新片上映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矛盾之说也是扑朔迷离 这就不得不让人猜测 这两个人难道是人家路窄吗 电影《一夜惊喜》 讲授广告公司的女高管范冰冰 在一场生日派对之后 纠结于多个金萌帅哥之间的性感喜剧故事 这和张子怡新片《非常幸运》里 苏菲再次游走于爱情游戏故事非常相近 同样的喜剧题材 同样的美女遮授于多个帅哥之间的故事 再加上之前范冰冰和张子怡不合的事件 《一夜惊喜》和《非常幸运》 怎么看都像是要来一场正面PK 提到与老搭档张子怡的竞争时 范冰冰更是说出了那惊人之语 跟这些其他人一起合作吗 我太愿意了 我觉得有句话说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所以我不喜欢有猪一样的队友 我还是喜欢我的队友都是聪明的 只有跟这样的人合作 你才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志庭 比如说靳夫 比如说丹丹和他那 还有导演 我们在一起合作 就碰出了很多很多新鲜的东西 刚期跟子怡的那个 也非常接近 感说感当像是范冰冰的标签 但是范爷也有活不住的时候 比如恋情 而这部影片主打性感喜剧 又定在七夕情人节 这样大家好奇 范冰冰会不会邀请 一直挂在嘴边的神秘男友 一起到影连过情人节呢 虽然对于男朋友依旧保持神秘 但是对于影片中两位新合作的男搭档 范冰冰却丝毫不掩盖对他们的喜爱 看着蒋冰夫为了得到自己的欢欣 猛作俯乐撑 范爷索性一屁股坐了下去 还一不小心 发露了自己的小秘密 轻松没有什么重量的 所以我最近自己有点 你确定吗 我真的是演艺圈为数不多 有点重量的女演员 重量级的 那也是重在开中的地方 我觉得 所以挺好的 我觉得我是得便宜的 看来范冰冰的心态是蛮过达蛮轻松的 看来范冰的心态是蛮过达蛮的